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一半人坐下了,唯有一半人依旧在站着 紧接着主持人继续提问 你们和朋友之间是否存在着单纯的情谊 有没有患难与共的经历 没有的,请坐下 而有的,请站起来 结果,在仅剩的一半人当中 有超过八成的人坐下了 还有不到两成的人依旧站起来 对此,主持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在你们所交往的朋友中 你们遇到过知己知有吗 没有的,请坐下 而有的,请站起来 让人惊讶的是 场上只有寥寥数人站着 其他人都坐下了 有人得出一个结论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 有99%的人是毫无意义 只能算是陌生人 而算不上真正的知己知有 我们这一生会见到成千上万人 有些人还会遇到几十万人 可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 可能只有两三知己 或许一个人都没有 一,人 没必要为了社交而去纠结 很多人为了融入集体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去交际 今天约这个朋友 明天约那个朋友 时间一下子就用完了 他们每天都呼朋引伴 看上去过得很幸福很开心 这种幸福和开心 其实都是虚妄的 因为他们为了合群 做了太多无用的社交 浪费太多的时间 根本没有时间好好静一下 想想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为了合群 他们不得不去面对 很多的人际关系 他们没有办法真正去过 自己踏实的小日子 前中有位朋友问了我 这样一个问题 人在江湖 最重要的不该是 人际关系和人脉吗 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会独处呢 我反问道 那些人际关系和人脉 真的会在你有事的时候 给你提供帮助吗 这位朋友犹豫了一会儿 继续说道 成功学的书 还是成功人士 都是这么说的 有人脉就有了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这么回答 能够利益互换的叫人脉 如果你不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 相信别人也不会来到你的身边 更不会跟你有什么关系 现代人其实受到了成功学的影响 觉得虚情假意的社交关系很重要 但是我们都忘了一个关键 真正有用的关系 都是用高利益换来的 一位前首富 在他创办互联网公司之前 到处碰壁 还被人瞧不起 可是他在创业之后 他身边的朋友就多起来了 就连著名投资人 也跟他称兄道弟 这才是社交关系的真实写照呀 二 你身边99%的朋友同事 其实都毫无价值 大学毕业的小白 一去职场就和无数的同事打交道 他们甚至还把同事当成了人脉 遇到升职加薪的机会 这些所谓的人脉 竟然还在互相算计 遇到裁员彻职的问题 这些人脉竟然乱成一团搞窝里斗 在离职的那么一天 你的这些人脉都消失不见了 人 唯有经历了职场的毒打才会明白 所谓的同事 表面上的人脉 可实际上 他们不过是我们人生旅程当中的过路人而已 连一般朋友都算不上 一群人因为赚钱的心愿 而来到了一个单位工作 他们的目标就只有赚钱 哪怕相互交往 也都以升职加薪为主 不要把同事当成人脉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你若倒霉 则众人欺辱 这就是职场江湖的真相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朋友 互相加了微信之后 就保持朋友圈的点赞之交 还有一些人 连点赞之交都算不上 如此说来 这些都是陌生人 所谓朋友满天下 知己有己人 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有价值 并非所有的虚情假意 都值得我们用真心相待 三 人脉的本质 就是价值交换 人脉和朋友之间的区别 就在于朋友相处 靠的是真诚和感情 只要足够真诚 足够靠谱 能够给对方带来积极的情绪价值 你们的友情就会越来越深厚 而人脉的本质 就在于价值利益的交换 人脉和结婚一样 都是需要双方门当户对的 举个例子 对方很有钱 家庭条件很好 这就是他的优势和价值 你很有能力 有眼光能力又强 这就是你的优势和价值 而你们两者 往往能够成为好的人脉关系 因为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财富 来换来你的能力 而你能用你的能力换来金钱 人脉关系 对彼此而言是双赢的状态 如果你一无所有 价值很低 对方为什么要帮助你 只有你能帮助到他们 他们才会来帮你 所以人脉不是能帮助到你的人 而是你能帮助到的人 与人合作中 越是附加太多功利目的 往往陷入我知的境地 结果往往是与初衷背道而驰 多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而不是你们能给我什么的人 更容易得到满意的结果 想要吸引人脉 掌握一个原则 不附加任何目的地去帮助别人 你能帮助到的人越厉害 你的人脉资源越优质 看一个人交往的层圈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能力 通常情况下 两者是匹配的 这是因为人能给周围人提供什么服务 就能够吸引到什么人的支持 而不同圈层的越迁 最重要的是提供的服务的提升 如果你经过努力和积累 成为了某个领域很有影响力的人 那些真正有意义的人脉 才会蜂拥而至 一个优秀且有价值的人 才能够吸引其他优秀且有价值的人的认可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一个小伙家庭贫困 以给人送蜂窝煤为生 他每天早出晚归 也才能够勉强糊口 可即使这样 他还经常免费给一位上了年纪的孤身老大爷送煤 长此以往 大爷非常感激 有一天大爷自知天命不久 便把他叫到了床头 送给他一幅字画 大爷说 他祖上是清朝的王爷 留下来的东西不少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 为了生活大部分都已经变卖了 只留下了这幅画 见你为人善良 经常帮我 这幅画我就留给你了 说完这大爷嫁喝西去 小伙悲伤不已 安葬了大爷 依然每天早出晚归的干活 字画的事情也没放在心上 后来收拾屋子 在房间的一角找到了字画 小伙儿才想起了大爷的话 后来经过鉴定 发现这幅画 是著名的唐朝画家所画 价值35万美元 四 人终究会活成离群所居的模样 有这么一句话 躲进小楼城一桶 管他冬夏雨春秋 人世间纷纷扰扰 人与人之间争斗不断 生活多了复杂 而少了简单 对于我们来说 为何要苦了自己 而让自己处于复杂当中呢 一个人自信地活着 勇敢地走下去 不管他人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们只重视自己 与孤狼一般 一直驰骋下去 纵横于山林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离群所居不好 认为独居就是一个人 没本事的体现 人最没有本事的 并非是活成孤独的模样 而是卑微到为了没必要的外人而活 时光面前 众生平等 我们何必要如此折煞自己呢 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 没意义 不如早日一拍两散 跟浪费时间的人交往 没有价值 不如独处守心 活得亲近一点 跟虚情假意的人打交道 没必要 不如脱下面具 活得真实一点 所有的外人 在你人生里的作用 其实只是锦上添花 真正的雪中送炭的人 只有你自己 所以 与其花很多时间 在无用的社交上 不如学会独处 花更多的时间提升自己 现代人 就是因为活在别人的嘴巴当中 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所以才觉得束缚重重 毫无自由 如此说来 领悟离群所居的真相 才算是真正的成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